大门继续讲 平风马 仅三足 对中炮横距 黑方的马 一路头 红方先手捉 抢了一线 黑方上马 瞄着中炮 拿黑方的中路空荡荡 红方冲中兵 势在必行 然后上 排头马 在双炮急于中路 感觉攻势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下面 黑方浸泡打鞠 敲断一个马腿 顺势高居 先手捉马 公元大爷微微一笑 正好 采足 马力巷口 来攻势了 下面黑方出居 红方直居出不来 横居也出不来 为什么呢 因为平降助攻 要砍底市 不管补哪个市 这个居都被封在家里 所以 红方必然上马 卧槽挂脚 就为你怕不怕 黑方怎么办呢 浸泡 打鞠打马 红方经过整密计算 可能都笑了 我浸马 带着笑 那你要硬僵啊 对不对 然后平居 捉霜 起步 妙哉 但是 穿云剑 然后双举措 杀气 好 那没回到节点 所以不能冲动 冲动是毛鬼 当前举面 智能 先平居 浇灌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下面 黑方 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 要砍底市 如果16进五 那炮带着响下去了 所以14进五 黑方退马 保留炮下底的手段 下面 下面 红方如果平居 拉住五根 举炮 立刻完蛋 凭什么如此嚣张呢 天归纳挪 以 那都五根 红方不吃 黑方吃 所以必然吃 浸泡带向 飞向 一招 毙命 所以只能退市 一招 两招 毙命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红方这个局出不来 那这个局 要挑大梁 回防 捉马 黑方平炮 岸暴马 那不敢杀马 炮下底 就是绝杀 能不能平居 蓝炮呢 如果蓝炮 弃居攻杀 还要啥自行车 然后 金钩挂玉 一招毙命 不能杀马 也不能蓝炮 当前局面 红方必须 带向 就说你一瓶降 我在杀马 那你浸泡 我可以电 对不对 但是 马蹄子 交换以后 这是叫杀 双鞠错 红方无奈 只能进尸 一个 手雷 尽向 一招毙命 所以只能退尸 然后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好